看了录像带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 我就觉得 变那个书 但是就是练功 真的不得了 真的说一个身心的变 青年教室 因为后来我看这个书 我拍什么 有的时候他坐在那个车的 这是1998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拍下的镜头 这一天 华盛顿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照片上的这个人 三个月前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们有一起就是练功的功 有拍照片 照片里头如果有我的镜头 在练功往往就是在压腿 因为盘不上 一开始压腿压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我当时觉得 这个修炼的功法确实很好 确实是个正法 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法轮功非常的正 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在初步了解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之后 很多人萌生了想要修炼提高的愿望 然而 这些刚刚走入修炼的人们 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这份由医学专家们 在1998年做出的抽样调查报告 给了我们这样一些数据 在参加调查的 一万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中 五十岁以上的占百分之五十二 长期患一种以上疾病的 占百分之八十三 平均每人每年消耗国家医药费 一千七百六十多元 其中有不少人是在身患 丸疾 四处求医 无效的情况下 走到法轮功里来的 当时患了七种病 冠心病 脑有流 供血不足 两眼白内脏 还美尼尔综合症 这个颈椎吧 从这个 二一直到四 全真身 这个脖子和身子 它都是一条线子 这么来回转 有时我就想 我说我活得 好像非常痛苦 有一种轻生的散念 把我折磨的 您觉得这个练法轮功 您觉得受益最大的是 最大的就是我的身体 从里到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原来我没练功之前 五张六腑都有病 没到到最后心里衰竭 那也就是离死不远 这种长期以来 在病痛的苦海中挣扎 而修炼之后不久 便奇迹般痊愈了的势力 在法轮大法的学员中 屡见不鲜 超长的现象 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长期以来 靠吃药 打针 做医院 没有能够死定好呢 而修炼不到三个月 就使得我成为一个 完全健康的人 心体存在什么地方 我作为大法的学员 通过学习李老师的大法 从根本上懂得了人 为什么非得地的根本原因 病业的表现 怎么样才能精进 欺贫健身 等等这些道理 李老师从根本上 也试了这个道理 他是秋藏的李 那么对这个秋藏的李 作为我们修炼里来讲 你信不信 信了以后 你能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 做到了 他就能和病 救出奇迹 就那么深 在九十年代的那段日子里 法轮功学员们 无论刮风下雨 严寒酷暑 坚持户外锻炼 他们在公共场所的集体练功 形成了许多地方清晨的 一道奇特景观 画面不因磨损而变得模糊 但历史却不会因为掩盖而被遗忘 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 使法轮功未经任何广告宣传 而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参加修炼的人数 爆炸性增长 然而 什么是真正的大法修炼 对大多数刚刚走入法轮功的人们来讲 还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普遍对修炼的认识仍旧是刻苦练功 每天我就坚持从那个大概就是说盘 单盘腿吧 只能五分钟 然后呢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就那么坚持 就是变成15分钟 然后变成到30分钟 后来就到40多分钟 就是从第一次看了书以后 然后我再没有看过一次一遍那个书 但是就是练功 针对这种情况 1995年12月 李洪志先生写下了拜师一文 教导弟子们要以法为师 文章写道 实修者不值于求而自得 一切功 一切法 尽在书中 通读大法 自会得知 学者自辩 反复通读 已在道中 李先生告诉学员们 反复通读的 就是这本转法轮 今天 当海外的人们可以随时在书店购买 通过电话订购 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这本书的时候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中国大陆的学员们曾经是怎样 有的偏远农村还买不到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当年学员们为了能尽早读到大法书籍而力竞艰辛的动人故事 我记得其中有一次吧 就是在 到九江科 从江西农村里有一位学员 他就是 步行 即时的一楼 跑到九江的马头 去登了这个船 登了这个学员 把这个 打法的 就转发了许 去云国科 再还有一次呢 就是 也是九五年的春天吧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南京下大雪 冰天雪地里 但那一天呢 又不翘 那个船呢 就是 就晚点了三个小时 结果南京的学员 就在南京的马头上面 就登了真正的十个小时 冒到那火冒大雪 没有一国人离开 都是 燕京就盯到那个 长江的江面嘛 盼望着那个 云须的那个船 快地去旋 这就是那个时候 人们渴望返本归真 童话真善忍的质朴 和强烈愿望 从那时起 学员们除了每天的练功 又增加了 再育于时间 读书学法的活动 正是在这本书中 李洪志先生 明确阐述了一个人 要想真正提高的 关键因素 人修炼上不来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不知道 高层次中的法 不能够往高层次中修炼 第二个就是不知道 注重心性的修炼 胜过上来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高自己的心性 要提高修炼的层次 首先必须去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和执着 翻开人生的画页 摄影机记录下的 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 不同的面孔 有着相似的命运 生活中一些不良的嗜好和习惯 更是人们明知有害 但又难以割舍的东西 吸烟有害健康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早在96年1月 全国就发起了一场禁烟运动 烟草广告已被禁止在电视上出现 包括北京在内的26个城市 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但是 这些宣传和法令 却收效甚微 中国每年的香烟消耗量 仍然高居全世界首位 现有三亿五千万人吸烟 这个数字 还在以每年2%的增长率递增着 抽了十年 我一天要抽一到两盒烟 而且我抽烟有个坏习惯 经常点上一根火柴 点上点着了以后 就是一根结一根丑 后来我看这个书 我开始明白了 因为我过去觉得人生无常 人生苦短 后来有的时候我就想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反正不定什么时候 你就不知道你到哪去了 实际上那反映了一种 对生命的无奈 是因为觉得生命就是如此 人根本没有希望 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修炼的方法 对我来讲 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可能了 是吧 比如说人一定要衰老吗 一定要病吗 生病吗 是吧 这个一定要痛苦吗 他这种 过去觉得就是一定是这样 但现在有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生命中突然有希望了 那为了这个希望 那戒烟那就简直就不算什么事 对人生 对社会 对宇宙的全新认识 是修炼人 在去除这些不良嗜好和习惯的时候 没有了以往的痛苦和反复 人们的生活质量 发生了根本性的全新变化 感受最深的 要数那些曾经对人生 彻底绝望了的人们 莫名地区的有一个清廉教师 他为了吸毒去赌博 然后呢 就把家里的亲戚朋友的钱都花光了 人见人怕 那个身体折腾得不强样性 就是瘦的皮包骨的 几乎就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在偶然的机缘呢 他就遇到了大法 在大法这个威尼的加持下吧 很快戒掉了队 戒掉了那个左过 简直是完全换了一个人 他当时几个月后 洗了一篇新的体会 虚度使我人变鬼 大法使我诡辩人 非常生动 讲得非常 清理精神上的废墟 荡敌生命中的尘埃 学员们在最初修炼的跋涉中 总是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 很多人在过去练过各种气功 也有不少人一直在探求 思考人生的真谛 在接触了法轮大法之后 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想要明白 但又不得其解的问题 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如何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 是许多学员在修炼初期 面临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此 李洪志先生曾经在讲法中 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有的人学了法轮功 或者学了其他功法了 对儿为不亲的看儿子像敌人一样 我都不管你们了 我要去修炼 看了海岸都来信 你算什么修炼的人呢 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 都得对人好 与人为善的 何况你的亲人呢 我们讲这个道理 就是对谁都得好 你的父母也是一样 你的儿子一样 都得对谁都得好 与人为善 出事考虑别人 这个心呢 就不是一个自私的 局限在你小的家庭里面 它是一个过温 对别人 所有的人都是 一种慈爱的心 这张老师说的 每次呢 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就像那一招 每次能找到自己 还有别的执着 别的问题 然后呢 到现在 等到后来呢 就越来越好 他现在呢 他就在 也帮大法在做事 在这种遇到矛盾 像那一张 在生活工作中 不断要求 自己做个好人 更好的人的 修炼过程中 学员们 感到自己的心态 在悄悄变样 曾经习以为常的 想法和做法 渐渐的 变得不一样了 人们从自身的 这些变化上 体会到 大法修炼的内涵 周围的环境 也一天比一天 祥和健康起来 1997年 中国已进入了 改革开放的 第二十个年头 但是 社会道德 却呈现出 急速下滑的趋势 贪污 腐败 卖淫 黑社会 等等社会弊端 这时 成了人们 司空见惯 甚至随波逐流的 社会现象 也是97年的 这个春天 在东北的 另一座城 是大连 正在举办 大连市 法轮大法 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修炼界 经常谈到 施以德的关系 常人中也在谈 施以德的关系 我们练工人 怎样对待施以德 这和常人不一样 常人想得到的 就是个人利益的利益 怎样过得好 过得舒服 我们练工人 却不是这样 这位年仅四岁的小弟子 读的这段 关于施与德的道理 正是法轮功学员们 每天在轻身实现着的 大家伙呢 就是每天都是 坐那个Bus 去天津听课 车上的话呢 就说 大家伙就是 座位是随便坐的了 那么有的人先去呢 可能就坐个好的位置 那么后续人 可能就到后边坐 那么就比较颠吧 可是一开始的话 可能大家伙 哈哈 就都紧着往上车上跑啊 去站个好一点的位置 到后来的话呢 就没有了 就很让 有的说 他坐在那个车的中间 那个夹道 那个增加的椅子上 那是坐着很不舒服的 那么你还开两个多小时车 那谁都希望坐在座位上 可能他互相都让 都抢到那个 中间过道的 那个座位上去坐 在最复杂的环境 最复杂的人群中提高心性 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们 修炼高德大法的感觉 广东省紫荆县附近 有一个因为偷盗而闻名的 卢屋村 由于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 市农委在村子附近 开办了一个六百多亩的水果基地 没想到的是 村民们都把水果基地 视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 每到收获季节 几乎是家家出动 偷水果到市场上出售 偷盗风 成了当地政府 治安管理最头痛的问题 即使每年动用 很多人力物力来看管 甚至将一些偷盗数额较大的人 抓住挂牌示众 但村民们仍旧照偷不误 1998年初 法轮大法传到了这个小村庄 全村三百人 有八十多人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 他们自觉的不再干偷盗的事了 在这些人的带动下 这里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这一年的冬天 村民们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 谈了他们变化的经过 以前不知这个你 以为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你不拿他也 你不逃他也逃 现在知道不识不得 得就得失的你 懂得了 人做坏事时 会得到黑色物质 严厉 失去金贵的德 您将正政府一位干部心有感触的说 你们法轮功真是太好了 起到了法律起不到的作用 我也要买一本你们的书看看 卢乌村的变化 是那个时期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个缩影 有学员说 修炼者按大法的心性要求去做 如果是国家干部 一定是个情政廉洁的好干部 如果是工人 一定是个尊章守纪的好工人 如果是普通百姓 一定是个在社会上有益于他人的人 对此 李洪志先生在开始传工讲法的时候 就揭示了其中的深刻道理 这是我们徐远大学工以后 当这个社会我讲了 我说我们这个工法的社会中 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促进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因为正法修炼 我们要求人的心心都提高 人人都这样做的话 他必然会这样 我看这部书的时候 我叫做他就打动我的心 在什么上打动我的心呢 他主要是让我们做一个 是先他后我 无时无我 这样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 而且呢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心标准 叫做真善忍 你就得按照这个去修心 这么一修了以后呢 整个的就心就宽了 把一切都放下了 你比如说 在知识分子中 最容易这个 就是对名和立的那种制作 所以在提子的时候 你真啊 斗啊 讲啊 都是这样的 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 把这些都翻翻了 因为说了 心宽体胖 我早了二十多天 从常人到修炼人 很多人就这样 走上了一条 前所未有的 反本归真之路 1998年 在东北 在华南 在西北 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 到处都能看到 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影 他们来自社会 他们在心性提高后 所做的一切 为社会稳定和道德回升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 李洪志先生写下了 他在红银中的最后一篇 《笑》 我笑众生觉悟 我笑大法开船 我笑渡船启航 我笑众生勇望 我笑众生觉悟移 Click the video 我笑比你假的 你笑的 在这里 我笑想玩 我笑众生的 你从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